日前美国多名众议员联名呼吁拜登政府邀台参与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民进党当局表示会就此争取美方支持 4月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称 这充分暴露了民进党以美谋独挑衅大陆的本性 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想参加什么经济框架 前提都必须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们反对台湾地区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安排 或者签署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 至于美国政府不断炒作印太的概念 搞所谓的印太战略 本质上都是企图搞小圈子来遏制中国 民进党当局企图挤入这样的小圈子 充分暴露了他们 以美谋独挑衅大陆的本质 台美炒作美国副国务卿麦肯恩向世卫组织提及 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观察员 民进党当局表示感谢 马晓光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世界卫生组织是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加入 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 反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国际组织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此前新一轮美对台军售之后 美参议员霍利提出所谓台湾武器出口法案 以加快对台运销关键武器 马晓光说美方对台军售 无异于在每个台湾同胞身上绑上炸弹 我们也多次重申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的台湾地区来出售武器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停止一切售物 一切对台售物 美方对台军售 无异于在每个台湾同胞身上绑上炸弹 而民意的当局拿着百姓的血汗钱去弹炸弹 只会把台湾民众退向灾难 马晓光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奉劝美国政府有关官员 先搞清楚台湾问题 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事实 搞清楚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 搞清楚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美方一些人企图打台湾牌 以台制华是打破了算盘 如果继续玩火 那么势必因火烧身